現在的民調 還有整個網路聲量都顯示 好像蔡英文一副贏定的樣子 民調領先 遙遙領先 可是就讓我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如果民調真的領先這麼多 為什麼每一次到現在為止 你不管到哪一個造勢場合 蔡英文總統跟韓國瑜的人氣 怎麼差距就是這麼的明顯 中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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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it tight 中東好 為什麼都西洋人 都給西洋人唱 太好了 沒有火了 有時候看了還滿尷尬 我覺得 只有一人在喊 是當那位司儀 其實真的也滿辛苦的 可是你看這個是很明顯 比如說韓國瑜到基隆去拜廟 韓國瑜去基隆拜廟的時候 這空拍圖騙不了人的 人都在這個地方 你看整個廟橋滿滿都是人 那個相對來講 你看 馬路上面塞滿的人 是 你要知道 其實現在基隆市是誰在執政 是民進黨 對 林又昌 而且林又昌是連任 連任再來講 他們的氣勢應該很強 絕對佔有這個執政的優勢 可是怎麼看起來 好像韓國瑜在這邊的氣勢 還是比較強 同樣的蔡英文到雲林 德星公地參拜的時候 事宜 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喊了個半天好像 唯硬就是滿冷淡的 甚至陳其邁跑去雲林 他在台上適度去酸韓國瑜 再來講應該滿有效 哽台下應該會笑或怎麼樣 可是台下感覺上 都沒有什麼反應 這麼冷淡 這到底怎麼回事 是大家不認同他的說法 還是這個哽用得太多 所以已經聽了沒感覺了 甚至台南麻豆郭國瑜 郭國瑜不是補選才剛贏嗎 結果他的場子 現場有人去看 冷冷清清也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委員 其實變化也非常快 他馬上就知道 這個時候蘇人不出政 不能夠讓人氣太差 所以比如說 蔡英文賴瑞隆的競選總部 成立的時候 我乾脆直接動員 遊覽車你看到沒有 第三車 第幾車 全部都給你弄出來 你不來我把人直接搬過來 可以吧 我就讓你人多 你知道你沒辦法了 原來遊覽車正又出現了 那許智傑 蔡英文 許智傑 競選總部成立的時候 就直接你看到沒有 一袋袋包子全部放在這個地方 有包子自然就有人會來了 對 大家想吃包子 蔡英文跟邱毅營 你看就珍珠奶茶派對 我直接辦Party可以了吧 所以樹木營吃不飽 喝不飽 結果綠營全部提供 對 你看珍奶加包子 全部通通都有 免費的 當然 就讓大家吃到飽 所以你要用這種方式 才能夠吸引人來 也讓我們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這個唏噓的感覺 你看韓國瑜 他現在在全台的傾聽之旅 你會發覺他有一個很特徵 就是你看 10月24到10月25 雲林 10月30號 雲林 11月11號 今天關棍節 又跑到雲林去 怎麼三度到雲林 是 那這個他為什麼一直 三度要回防雲林 有人說其實不是回防 這是什麼 因為他是雲林女婿 你從中南部 如果中南部民進黨最堅強的地方 你都可以把它翻轉過來的話 其他的地方當然就更容易得手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戰略布局 可是李嘉芬現在只要一講話 好像就會出事 李嘉芬說 他這個雲林人說 就一講出來之後 蘇智芬就反擊 從來不覺得被看不起 李嘉芬到底說了什麼 我們來聽聽看 李嘉芬說他當一個雲林人 長期就覺得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心裡頭很難過 結果蘇智芬 我們這個老縣長馬上跳出來反擊 我從來不覺得被看不起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蘇縣長你是不是忘記一件事情 你看到沒有 當初他選立委的時候 有人酸崇高非洲婆 為什麼叫他非洲婆 這是故意侮辱他嗎 其實不是 因為你看 當了八年雲林縣長 蘇智芬講說 雲林窮得就像台灣的非洲 蘇智芬自己說的 這你自己講的 他自己說居然雲林窮得 像台灣的非洲 所以你看又是一個標準的雙標 你自己怎麼罵都沒關係 但是國民黨的人 或是其他黨派的人才一罵 就是不對 就是輕視台灣人 你們的雙標到底要發展到怎麼樣 你們才高興 但有華 我們看到週末的時候 韓國瑜到了基隆去造勢 這個民進黨看到真的是難以抵擋 現在大家都認為說 基隆應該是屬於偏藍的 但你可以看到 兩任的基隆市長林宥昌 他可是民進黨的 你照理說 他們現在有佔有執政的優勢之下 可是韓國瑜到了基隆 人潮還是這麼的多 民進黨現在心裡面 看了壓力應該很大吧 民進黨現在最怕就是 基隆的投票率高 我們現在看看 過去基隆是藍大於綠 那不用講 況且基隆的投票率 向來都在七成以上 但是接連兩次 林宥昌還有包含立委的選舉 接連兩次他的投票率 就降到了六成二 換句話說 過去 很多人不出來投 對 過去七成三到六成二 如果投票率低 對民進黨有利 民進黨就是在投票率低的狀況之下 然後林宥昌跟蔡智英都當選 好 現在韓國瑜去 那在11月9號他到了基隆 他到了基隆又講了匈奴 然後批評蔡英文掠奪國家資源 好 除了這一段以外 那人潮通通出來 人潮通通出來 那我剛剛一再講 就是說如果投票率高的話 對民進黨非常非常的不利 那從人榮出來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民進黨希望在那個基隆 打一場冷冷清清的選戰 因為對民進黨太有利了 再加上過去都是國民黨分裂 然後現在畫風一轉 不 風向一轉 當這個人榮出來 你激起南雲群眾的熱情的時候 你只要投票率高 那蔡智英就顯得非常的危險 況且現在又有幾個人 一個陳志成 一個張耿輝 他們的票員跟誰 跟蔡智英是重疊的 他們一定是瓜分到蔡智英的票 而宋偉利的票 大概只有一個楊思成 因為國會政黨聯盟 那我們這樣子 經過精心估計以後 我們可以說如果投票率低 當然對蔡智英有利 但是韓國瑜把基隆市民的熱情 如果激發出來 讓投票率高達七成三的話 蔡智英就未必當選 所以這個是民進黨 他感到憂心的地方 除了這個以外 我最近去了一趟雲林 我到雲林看到 尤其是在海線方面 蘇智芬他過去是老縣長 然後現在的海線光電綠能 光電綠能這個未來會成為 蘇智芬的致命傷 換句話說 張家俊在那麼深綠的地方 都可以跟蘇智芬 已經超過了蘇智芬 幾乎跟蘇智芬應該超過蘇智芬 而蘇智芬在後面追趕的 主於領先的程度了 對 這個領先的程度 你再到三線去看看 謝淑雅對劉建國的時候 劉建國的場子 沒有謝淑雅那麼熱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這次贏的話 就要把藍營的投票熱忱 完全激發出來 就是像去年 你高雄市長一 你把藍營群眾 通通都激發出來投票的話 這個時候 不但是雲林難保 況且基隆也有可能丟掉 國慶 我們看到 韓國瑜自從請假到現在 已經二十幾天的時間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現在的傾聽之旅到處走 卻三度回防到雲林這個地點 韓國瑜其實他自己 也非常的清楚 雲林這個地方 其實不只是雲林當地 而是包含了雲 嘉 南三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的選情好或不好 會牽連這一大塊版圖 其實韓市長現在的選舉策略 我覺得有進步很多 因為雲林跟其他館市不三一樣 雲林跟嘉安議有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出外的銀口多 其實他影響的不是雲嘉蘭而已 你像新北市來講 現在最大的同鄉會 也是雲林跟嘉義 中張頭的地方 你看中華 一台北的上班 去那打拼 做事業也很多 所以他如果可以多放一點時間 在雲嘉蘭 把雲嘉蘭氣氛帶動起來的話 他影響了中張 不只是中張頭 而且是北部所有的同鄉會 都會雨露均沾 都會受到感染 都會跟家鄉的一些親友站在一起 所以說他飛航三次的雲林 我是希望他如果可以的話 嘉義也多來一趟 因為嘉義出外在北部的 一樣很多 尤其嘉義 他不是北部多而已 在高雄的話 嘉義同鄉會 僅次於雲林同鄉會 澎湖同鄉會是第三 嘉義是第二 所以嘉義跟雲林跟中華 這三貫市出外的銀口是最多 所以如果這三貫市 可以顧案的位 他往外發展的那個效益 效益就會更加提升 所以他會走三貫的雲林 我想只有三貫而已 後面還會繼續走雲林 走到給雲林人感想說 這是我們雲林人的選舉 不是台灣的選舉 是雲林人要典戶團結 來迎向所有的親友 來做會跟雲林人騎做會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次的選舉策略 不錯 我跟你說 北部 新北市只要每次選舉 大家都要去拉攏雲林同鄉會 因為雲林人很團結 雲林人在身外挑戰不簡單 電影還有什麼主緣 所以大家都打招 債娃 債娃大家都很好 所以你看 只要新北市 雲林的東風撞出來好選人 廣東會順利各個都算 我們之前民進黨有一位朝來往 就是最典型的 他是雲林人 對議員也是一樣雲林人 整個都沒有分派的 雲林人都挺雲林人 加雲人 一樣 加雲雲林這兩個關係 但是做家庭的誰做警察的誰 為什麼兩極化 兩極化 做家庭跟做警察 做家庭也要重情特別 做警察是顧底安 所以加雲的兄弟 雲林的兄弟 出離到外面 你看 大家都很尊重 這就是加雲雲林 典型的農業縣分 出外打招 大家有最照顧 你看看 雲林 雲林的海鮮 包括台南海鮮 全台灣都是 你看 你還認為雲林都是綠的嗎 如果都是綠的話 為什麼張立善縣長會當選 已經改變了 人心思變 每次選擇的時候 雲林什麼人發的比較好 正前的官長發的比較好就是 農業大縣就是什麼 說叫做農業 我忘記了 我跟我說我忘記了 說一個口號 農業首都 農業首都 對 萬政會說的 農業新都 現在有農業新都嗎 有嗎 沒有 雲林不關政什麼機構 高麗菜在打拳的時候 它是太多的展現的樣子嗎 雲林都在艱苦的時候 它是太多的形 所以說不要 每次選舉用口號來美化未來 結果人民給你機會 給你時間 你根本不改變 所以不要再把雲林縣 當作是綠的板塊 包括嘉義線 我也感受到很明顯的改變了 你記得嗎 去年九合一 是國民民進黨跟在野黨沒有整合 去年我這個選區 翁張良縣長他只拿到7萬一 但是國民黨候選人 跟一個副縣長吳昂敏 現在在高雄農業局當副局長的 局長的吳昂敏 吳局長 他們兩個加起來是7萬8 所以連嘉義的板塊都有鬆動了 有變化了 所以現在你要說哪裡是 綠色的板塊 沒有 就像俊英雄的故鄉 黃偉哲他拿到的選票 只是40%而已 也沒有過半 所以說民進黨如果 繼續在操弄意識形態 有一次我民進黨就是愛台灣 沒有一次我民進黨就是出不來台灣 這個居然聽不下去了 我現在我也被打成中共同步人了 但是我瞭解了 目前很多鄉親百姓 願意跟我這個中共同步人 站在一起 不是選舉就是用這種 意識形態去操控 我也愛台灣 我是這個特別行動 是怎麼可以選舉到 我就是中共同步人 我沒有離開民進黨 我就是民進黨人 就是愛台灣的台灣人 我離開民進黨 我就是中共同路人 這種操作人民已經判命了 所以 蔡英文說台灣要贏 雲林要先贏 不但他在雲林佈下了重兵 而且回防 連續跑了兩天的雲林的行程 陳其邁甚至也到了雲林那邊 去酸韓國瑜 結果沒想到他講的話 居然是一個冷場的狀況 可是我們相對於 韓國瑜甚至是李嘉芬 他們在雲林主要的熱度 並不是一日的行情 而且陣地戰最主要一點 不在於殲滅敵人為目標 而是拿下區域的 最重要的方法 民進黨仍然用的老套 在打韓國瑜防守其固有的陣地 但現在反觀韓國瑜 他們用的可是用明星來進攻 如果蔡英文說台灣要贏 雲林要先贏的話 那這樣就不用算了 這局結束了 輸掉了 對 民進黨輸掉了 因為雲林農業大限 誰最了解 誰最了解雲林 那不就是果農的 北農的總經理韓國瑜嗎 因為他跟農民站在一起 對 他最了解農業 而且雲林你看看他為了要搞這個綠能 搞到其實是真的是天路名願 然後而且在他們又 對農業又一直沒有提出任何一個 好的一個措施 可以說一些農業的這些好的一些 政治措施 牛肉 都是韓國瑜端出來了 所以我就已經之前就講過 這個佐水溪以南 這一次整個民進黨大翻盤 最主要就是因為 韓國瑜已經抓到了 農 魚 木 這些勞工的心了 那只剩下的就是說 還有一些可能沒出過社會的 然後到現在可能沒有經濟壓力的一些 可能還在靠爸的一些年輕人 這些可能我們還要再尊尊教誨 再給他拉 看能不能拉得回來 如果你要純粹講雲林 我看你的民進黨就輸了 你就不用玩了 如果真的是像小英所講的這樣 台灣要贏 雲林先贏的話 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 包括到你說剛剛講的 總統跟立委會分裂投票 我告訴你 立委會員這一次民進黨 會輸得更慘 因為媒體現在都只操作 只修理韓國瑜而已 所以其實我認為 在國民黨的立委方面 我甚至都還比韓國瑜 還要看好度還要再更高 你更看好 對 但是如果說以政黨來講的話 就可能這個政黨票 可能我們就還要再加強 因為政黨票真的是 我們上面幾個大頭在那邊 選舉好像沒人沒這樣 好像都沒自己的事情 既然是看得很熟 所以說這個政黨票這邊 可能基層會覺得說 就因為火大 火大國民 可是這個火大的話 將來如果萬一 這個當選人是韓國瑜的話 你們的火大可能會傷害到 反而是傷害到韓國瑜